今天还要祈祷 不要吃肉 也不要吃耍豆 要咚咚 叮叮叮叮叮 越来越满 五岁的何松杰 劝人如素和慕爱 讲得偷偷是道 我叫他们吃素 我叫可以吃牛肉吗 我叫不可以 我们吃肉 然后我们的嘴巴就越来越多 最近又回到我们的肚子 有些人死掉 有些人生病 今年因为一直在陪伴他上课 上网课 才知道老师有跟他解释这个意思 他的外婆跟他的舅舅 因为其实他们很疼他 他爱的存款比较多 所以他说他们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行动 孩子们的童言童语 不止启发了大人的爱心 也在他们心中 拨下善的种子 可以让小朋友一起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就时时刻刻提醒他们 就时时都要把好愿去帮助 这间伤的人 吴以馨的爸爸因为疫情 留在新加坡工作 无法返家 他也透过电话视讯 目到了爸爸的爱心 今天是1013 什么是1013 就是一人一善 要做什么 要吃素和健康 行善和如素 不只是一时的动作 更是一种生活习惯 只要多启发一个人 社会就多一份助人的力量 在新闻之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